今天上午召开街场记者会 主要是我们针对今天报宅上面有讲到 一日一休民进党政府要推动所谓的休法 而我们要求劳动部请你先公开公布 你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有完成了一份一日一休的调查号告 而推动修法之前请先向回不去的物价向全民道歉 民进党政府又要把夹弯了吗 传出在七月一号劳检启动之际 各县市政府因为难以配合劳检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要传出为一日一休修法来解套 但在史之前 中国国民党要代表全国的人民向劳动部要求 请你先公开你所做的一例一休调查报告 让国人知道这半年来 这个出国的政策到底是多么的劳力 劳动部在今年的四月十九号 有绝标了一个公告 而这个公告呢 也是今天我发给所有媒体记者所看到的 这个公告 这个决标的品名是 劳动基准法周休二日的修法意见调查 而在今年的四月十九号的时候决标 决标的金额是四十八万六千两百元 四十八万将近五十万的一个纳税人的费用 所做的调查就是劳动部要求针对劳动基准法周休二日修法 也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一例一休 我们就说在今年到从一月到六月开始 几乎所有各大的媒体都有做相关的民意调查 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汇整 政府听不进去 听不到 听不清 没关系 你执意要花纳税人的钱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好 这一份的调查报告明定是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五号就要做结案 并且由劳动部验收 五月十五号到今天为止也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要请劳动部公布所有的调查结果 民众有知的权利 要知道到底你花了纳税人五十万的费用 做出的一份一例一休的调查报告 其真相是什么 过去的半年 参文政府是不是承认自己错误的政策推行 而全民的反应又是什么 千万不要因为官方自己做调查 自我打脸就更小的小皮 而不愿公布真相 好我们再来说根据主计处今年四月公布第一季的统计数据 其中主计总处认为 油量费涨价跟一例一休有关 外食费年涨1.96%将近两person的费用 也创下近22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些物价上涨 买单的是全民 受害的是消费者 在传书要在修法之际 参文政府你难道不应该先向国人道歉吗 民进党团你难道不应该为去年的一分银事件道歉吗 而蔡英文总统你难道不应该为去年所下达的军令状道歉吗 消费者其实非常的无奈 因为已经调涨的副价 难道会因为修法而调降回来吗 所以追根就底 一例一休就是蔡政府老民伤财的错误政策 既然七月起各地政府都无法依法配合了解 台湾是法治的国家 绝对不可不遵守法律 是以一例一休最现在就是最重要的修法 立法院还有第二次临时会 第三次临时会 我们呼吁 我们要求要慎重的用这些时间来好好检讨一例一休 临时会讨论不完 下个会期也要最优先讨论 已经知道一例一休不行了 如果还要遮遮掩掩 拖拖拉拉的政治算性 或是还在大韩远在天边的前单计划 那就更坐实了民进党心中只有选举考量 却毫无人民感受的行程 呼吁接下来的临时会 林权内阁 请把一例一休列为一例一休的再修正列为最优先的法案 为台湾的企业劳工消费者做最完整的考量修法 我们请民进党回头示案 不然台湾将持续的苦海无洋 请教各位每个朋友在今天这一场一例一休的再修正的一个经济会 针对工资党呼吁 请教有没有会议里面有相关的提问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的经济会到此告一段落 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